50多名雇佣军被一锅端 俄罗斯耐心已经不多了 对着北约隔空下的战书 各位好 欢迎来到赵特任观察室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一年多了 北约各国尽管没有一个敢公开承认向乌克兰派遣士兵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 北约官兵化身为雇佣军帮助乌克兰作战 早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早在近日 俄罗斯第一枚两倍的音速的导弹从天而降 直接击中了乌克兰克拉托尔斯克地区的一家酒店 导致里面正在聚会的50多个北约雇佣军被一锅端 这件事很快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为什么 其实事情一发生 外界最关心的就是 俄罗斯怎么知道北约雇佣军的位置 随后人们通过媒体的报道发现 北约雇佣军其实是在秘密聚餐 说起聚餐其实更多的 或许就是凑在一起开开会 吃饭只是顺带的 毕竟这群雇佣兵不是一般的士兵 只要承担情报和指挥任务 你来说50多个人的目标不算大 聚在一起吃个饭应该会神不知鬼不觉 俄罗斯又是如何会发现呢 有一种说法说 这群北约雇佣军平时太高调了 偷偷摸摸的聚餐也就算了 偏偏要打卡留念 发到社交媒体 想不被俄军注意都难 而这么有价值的目标 这俄罗斯怎么可能放任不管呢 于是导弹就来了 直接击穿大楼 将这些士兵埋在了废墟之下 而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么可以说 这完完全全就是这群雇佣兵自己做的 而有一种说法 则是俄罗斯发现这个酒店 经常会传出未知的信号 所以引起了俄军的注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 发现这些信号不是民用的 而且基本上都传往欧洲和美国方向 而经过判断后认定是 北约雇佣军的聚集地 从而发射了导弹 但是不管是何种说法 北约雇佣军被俄罗斯导弹一锅端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俄罗斯竟然敢直接对北约雇佣军下手 这或许说明了 普京的耐心真的已经不多了 俄欧冲突已经被打成了僵持化 而现在双方对拼的 已经不单单只是武器和兵力 而是财力 一年多的战争之初 对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反观乌克兰 美国还在带着西方进行源源不断的书写 此消彼长时间一长 俄罗斯还能不能顶住 这也是真的是不好说 而其实值得注意 就在前幕九 俄外长拉夫罗夫直接对着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进行隔空喊话 说你北约想打就打 俄罗斯已经做了准备 可以说这是已经对北约下了战术 这次的炮击北约雇佣军的聚会场地 就是在证明俄罗斯不会是说说而已 而接下来其实就看北约敢不敢 印下这份战术了 只不过从北约怎么都不肯 让乌克兰与自己沾标的态度而言 好像这个问题也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意你的精彩评论